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卜生先生发现了人类文化的DNA 以及华夏古文化全息智慧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中华真智慧现代教育体系 他开创了人类全新智慧学的研究 揭示了全老科学开发的秘密 并研发了一系列开发智慧的技术方法 张卜生先生在研究过程中 成功地将中华古文化和现代西方发达的科学管理相结合 创立了全新的圣王管理模式 揭秘了人生不同的秘密 开创了大格局的培养模式 在高度上 广度上 深度上再造人生 揭秘了神秘文化 将宗教文化理性化 帮助宗教文化从神秘中走出来 古为金庸 难能可贵的是 张先生将中华真智慧 与企业经营管理 人生管理 进行了体质余生的实践 利用老子无中生有的智慧 将一个原本产值是零的企业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使其产值达到七千多万元人民币的水平 职员从四个人发展到四百多人的规模 张先生通过实践证明中华文化 在当今社会是大有用处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华真智慧大讲堂 上一讲我们提到 达摩希赖无一字 全凭心意下功 下来有的同学问我 全凭心意下功夫 怎么个下功夫法 实际上他问到的一个问题 是我们真智慧学 智慧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那么今天我们将借助佛家的 有一部《愣言经》里面的 《观义八识》 我们进行一些闪识 实际自古道经 圣者们一致在研究这个课题 智者们也在关注着这个话题 那么他们都进行了一些周密的研究 我们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 就在于我们人有思想 我们人会思考 我们人有智慧 但是智慧呢 它有一个规律 它有一个自己的规律 我们要掌握这个规律 所以古人说的好 要在起心动念处下功夫 那么我们要知道 我们起的什么心 动的什么念 当然今天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社会上也普遍地在提到 智商 情商这样的话题 那实际上提到的智商 就对应着我们所说的心意识 这个佛家讲的心意识 这三个层面的意识这个层面 这个智呢 中国的智字 注意它上面是一个知识的知 下面是个日 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在老子的经典里面这样说 为智者日增 为道者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那么这个为智者日增 因为我们的知识 是一天天积累成的 所以我们通过学习 通过实践 验证了很多知识 这个会变成我们的智 所以为智者日增 我们要不停地学习 那么只有学习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获得 真知灼见 我们才能真正地有思想 这个会字啊 就跟智字是不一样的一个字 如果它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古人没有必要 再创造一个字 所以我们看这个会字啊 很有点特点 它是有心的 智字呢 是没心的 这个会字呢 上面两个丰收的丰 下面一个大雪的雪 雪的下面那个部分 下面一个心 那么这个会字是啥意思呢 我们说用其光 不归其明 所以在古代人讲明光 明光是一个什么光呢 所以在佛家讲 活泼泼 圆脱脱 光灿灿 光而不要 老子说光而不要 它不是刺眼的太阳光 是明光 这个明光呢 古人没有办法来形容 所以就给大家指示 晚上或者晚上天黑的时候 没有月亮 没有星星的时候 但是雪地引出来的光 那个光不刺眼 它就是明光 所以我们这个会字啊 这个雪的这个下一个部分 实际代表着一种明光 那么你心明白了没有 明白雪是白的 所以是明白了没有 我们经常不加思考的 就说明白了 实际这个明 你明了没有 如果你体内没有光 如果我们前面提到 我们的灵光不够圆满 灵光不够充足 你就明不了 所以是我们这些古人的智慧啊 我们要贯穿起来 融会贯通起来看 它是大智慧 真智慧 不是我们简单说 我明白 不能轻易地说这个话 明白了就是说 你真明白了 那就照见了 我们就要照见五隐皆空 心经里的话 你如果没有明 你白不了 那么你就不能照见五隐皆空 所以这些东西呢 古人通过经典啊 都暗喻了人类的大智慧 真智慧 去怎么产生 你只有心上明了 白了 然后在上面 才会生成 丰富的智慧 为什么是双方桃啊 为什么是两个丰收啊 所以是我们昨天讲到 左思右想 你真心明白了以后 你的左脑功能 右脑功能 就达到一个极致的发挥 那个时候是大明白 是测误 是真正的 看到宇宙 人生的实相 这个所有的事物 在你眼前一过 你全部的 侧头侧尾的 明白了他的真实面目 明白了他的本性 抓住了他的要害 那么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找到那个窍门 在那个窍门上做 你就会四两拨千斤 经常听到我们老总们说 这个事情很难办 很难办 还是不难办 实际上你明白了 就不难办 你还没明白 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 没有抓住事情的窍门 那就很难办 它总有一个点 你有整个体 回到面上去 再回到线上去 再回到点上去 前面我们提到了 思维的这个特性 有点性思维 线性思维 面性思维 立体思维 时空思维 那么我们今天要倒着用 所以你解决问题的时候 要找到那个窍 要找到那个窍门 点一下 事情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会字很重要 那么这个会字和质字 是不可以同日二语的 所以今天我们提情商 那么有没有提到会商 新的这个功能 是第八阿拉耶识的功能 它还远远的没有达到会这个层次 那么达到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 所以我们今天对着这个纵向体系 给大家剖析一下 我们的这个智慧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看下面的这个第一个字 鱼这个字 鱼这个字呢 它在这个 我们的意识里面 它是对应着 使这个层次的 刚才我们提到 心 意识 全凭心意下功夫 意识叫意识 我们今天叫意识 你意识到这个事情重要了没有 所以是意识的识 是认识的那个识字 那么在这个 鱼这个层面 它对应着我们叫前无识 什么叫前无识 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 那么意叫第六意识 它是对应着我们鱼上面的那个知 这个层面的 那么前面的呢 鱼这个层面的 它在我们的智慧学里面 它对应着我们的前无识 也就是我们眼睛看到东西 我们知道看到了 我们耳朵听到东西 知道听到了 听到了 你没有起心动念 这个时候 只是听到了 没有再进一步的东西产生出来 你有识别的功能 说眼耳鼻舌身 叫五根 那么第六根呢 叫第六意识 说眼耳鼻舌身意 意就是意识 是第六意识 那么第六意识 对应着我们知 这个层面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第六意识 才产生意识 就是你看到了 你知道 哦 这个是红的 这个是白的 这个时候呢 根据你的惯性 我喜欢个白的 你为什么给我个红的 这个就是惯性意识 这是第六意识的作用 所以只有第六意识参与 那么前面的五个意识 五个识 才能发生作用 完了以后呢 再往上呢 第六意识之上 叫第七意识 第七意识呢 在这个《愣言经》里面 叫莫拿识 那么莫拿识 是个凡文 我们用简单的 就叫第七意识 用中国话呢 可以把它定性为一个思识 就是思想的思 那么这个在我们的体系表呢 就对应着脑这个功能 然后呢 再往上呢 心这个层次 我们叫阿赖耶识 叫第八意识 六七八嘛 前面我们是五开始的 所以第八意识叫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是一个什么识呢 在古人称之为藏识 什么叫藏识 就是所有的东西 你都把它收藏起来 都不要去遗忘 所以今天这个 拿出这个意识的这个智慧学来 特别有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琢磨琢磨 为什么小时候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今天还记忆犹新 想起来还津津落到 什么原因 它藏在什么地方 你用什么档案库 把它建立起来的 所以在古人呢 就把这个档案库啊 就称为第八阿赖耶识 叫藏识 翻译成我们中文 就叫藏识 那么这个是对应着 我们的心 这个在纵向体系 对应着心这个层次的 那么再往上呢 第九 第九识 叫真识 叫阿摩识 实际上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识可以讲了 那么我们可以说是真识 真识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对应着我们的 灵这个层次的 昨天我们提到了灵性思维 灵感思维 灵活思维 那么这个真实呢 基本上就是说 你见到的所有东西 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这两天一直讲 说真智慧 真智慧 实际上你只有真正的 启动了 这个灵性思维 第九这个真实的这个功能 你才会产生真智慧 所以庄子说 解心使神 你在心的这个功能上 第八阿摩识这个功能上 还不能产生飞跃 我们飞得上到第九意识 那么这个真实上 你才能产生真正的真知灼见 否则你就很容易被假象所蒙蔽 那么再上一个 对着我们的这个性这个高度 在这个意识里面称为什么呀 说这个大家就找不到了 实际上在楞严经 已经把它预示在里面了 它叫什么呢 叫无意识见 我们经常会被心经的人知道 无意识见 乃至五老死 一五老死尽 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这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意识 所以对着这个性的这个层面 你不用思考 你看一眼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在老子的这个道德经里面 不出户以知天下 我们才知道古人的这些高度高端的智慧 它不是在搞玄之又玄的东西 它是有章可循的 有法可依的 那么在这个整个意识的这个差别性里面 我们刚才是对应着这个纵向的走 来看到了 它是跟我们佛家讲的这个智慧 道家讲的智慧 是出于意脉相承的 那么并不是说古人都在胡说八道 今天呢 在思维上面 我们经常容易犯一些错误 就是前陋性的错误 那么我们在前五史上面 我们眼睛看到了 这个时候往往呢 就第六意识最先动起来 因为第六意识是我们熏染的 叫惯性意识 我们说我们的喜性 大部分就是通过第六意识 来反映出来的 所以在智慧学的这个研究中 我们说要真正的能够 使自己产生真智慧 当我们看到了以后 听到了以后 你要怎么样 你的意识要不动 这个就要有定力 要有定力 为什么在佛学根本三学 叫见定慧 所以你非得有定力 你定得住 指得住 在我们这个大学里面叫 知指而后能定 定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有所得 那么它对应着我们的这个八识 对应着我们的这个纵向体系 实际上也是相当完整的 所以你首先要知指 指的是第六意识 指的是前五根 为什么叫六门紧闭 实际上我们整个的意识思维 你的智慧 都是通过你体内的能量 来反映出来的 所以它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我们的眼睛 从早晨到晚上 睁开眼睛就不停地在看 耳朵呢 醒来就不停地在听 说眼耳鼻舌 包括身 包括意 我们的身体一会儿不动 就难受 说眼耳鼻舌身意 那么从我们一开始醒来 实际上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运动 只不过梦中 睡觉的时候 你是通过做梦 来表现出来的 说那么二六时中 古代的佛教讲的二六时中 是讲的24小时 因为他们的计时法 跟我们中国不一样 我们叫十二个时辰 那么它也是指的24小时 那么在24小时之内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 实际都没有停止活动 那么这样就把我们体内的 大量的能量消耗掉了 昨天我们提到道德两个字 所以从这个物质上来讲 道是一种物质 为什么是物质呢 所以我们在老子的经典里 看到了 道之为物 为谎为乎 呼吸谎吸 其中有象 其中有真 随时我们才知道 那么这些东西呢 古人是不是唯心主义的 它是唯物主义的 那么在道这个物质上面 它是怎么来形容呢 我们今天怎么去理解 道是一种物质呢 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 道是能源 那么我们知道 今天路上跑的汽车 那么这个汽车要跑 它的发动机再好 如果油箱里没有油 那么它是没有办法跑的 那么油是从哪里来的呢 油是通过石油炼出来的 汽油是通过石油炼出来的 所以我们才知道 那么这个能源 叫道生之 得序之 所以这个油就是一种能源 通过油这个能源 表现出来一些功能 作用 那个这是德 这就是说有德 它就是对社会有作用 有贡献 那么它是有德 所以德是能源 变成的能 能产生的作用 我们用一句话叫能力 你有了能源 你可以产生能力 你可以驱动汽车跑的能力 你可以驱动机器做工的能力 所以我们知道古人 他没有现代物理学的这些技术名词 但是古人他的名词的表现形式 内涵跟我们今天的科技 是完全可以接轨的 现代物理学 现代化学是可以接轨的 只是说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 中年人 既读了古代经典 你又读了现代的物理学 现代的化学 光学 升学 电学 天文学 你要用这些学问 来截读古人经典 而不是说把古人称为愚昧时代 我们现在是聪明时代 智慧时代 实际上我刚才讲了智慧 你们有智慧吗 你们有慧吗 所以是称其量你就是有知 一堆知识的堆积 刚才说我们讲的这个第二个体系的知 说你只是学了一大堆知识 你没有生成自己的慧 生成自己的慧 要经过左思右想 思想家怎么形成的 我们经常羡慕思想家 思想家他就整天坐在那左思右想 但是思想家是不是 就是说他已经到了很高的高度 甚至我们今天很多哲学家们 我们中国的哲学家还推厂西方的思想家 但是我们今天看看西方的思想家们 他们能够真正产生 我们古人这种大智慧的 还特别的少 不能说没有 那么思想家 实际我们刚才看这个体系 那么他仅仅体现在脑这个层面的 在知识方面 他掌握了一大堆知识 然后会把知识综合利用 通过左思右想产生了一些思想 那么这些思想 还可能没有到到心这个高度 没有到到情这个高度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在中国大地上 很多思想在泛滥 那么这些思想 如果你没上到情商这个层次 你没上到人情味 做一个人这个层面 那你只是脑这个层面 还仅仅是第七意识 那么第七意识 跟第六意识的比较 有个什么比较呢 那么第七意识 是比第六意识高级的一个意识 那么第七意识 它叫什么 思识 思识就是说 我除了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以后 我还会思考 我还会思考 还会左思右想 而可以把知识进行综合的利用 第六意识 对前五识 经书上有个特别形象的比喻 说这好比有五匹马在跑 你的眼睛 耳朵 鼻子 舌头 身 这是五根 就好像五匹马 各自为正 那么各自为正 这个时候 我们中国古人叫五马分尸 都向不同的地方跑 怎么办呢 所以是他们说 这个意识 第六意识 就像一个驾马车的人 他可以通过这个前五识 出去做工 同时呢 主人是第六意识 意识才驱使着 我想看花 然后我才会拿眼睛去看 我想听音乐 那么我才去看 去用耳朵去听音乐 说不是啊 有时候你音乐放着 你不要去听 也听到不是这样的 我们叫心不在焉 然后如果是说 你看我们在大马路上走 你一天会见多少人呢 你记住了几个人呢 你看见那个人了吗 说是没留心 没留心你就没看见 所以在这个时候讲 我们说真主人 实际上才讲到意识 你首先要心在 你的第六意识 不要去胡思乱想 首先要回到你的枪子里 所以这个时候 你才能看 你才能听 你才听得见 你才看得见 这个时候听见了 看见了 是不是就完事了呢 没有 第七意识 如果不发动意识的时候 第六意识 自己就三四做主了 为什么 刚才我讲的 人家送了一个礼物 送了个红的 这家伙 我喜欢个白的 为什么就送了个红的给我呢 还挑剔 所以这个时候是你的惯性意识 在起作用 有分别心了 那么它这个分别 是根据什么去分别呢 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养成的喜性 我们上一讲讲到 四川人喜欢吃辣子 山东人喜欢吃咸鱼 那么这个是形成的这个意识 是熏眼而成的喜气 是个惯性 所以通常我们不用脑 一个东西出来以后 你马上就去做 不用脑 做事不经过大脑 你就是根据自己的惯性意识 在做 你还没有上升到一个高层次 所以说我们再往上走的话 第七意识是思识 我看到了 我听到了 我也想到了 想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说第六意识 我想去吃那个辣子 惯性发生的 今天不巧 今天来的是山东客人 那我能不能尊重山东客人 我去吃咸一点的东西呢 而不是去吃辣一点的呢 我有时候就不敢去四川 很苦恼 为什么 一去四川啊 完了以后 他们就是请我吃那个麻辣火锅 那是他的特产 为什么他很热情 我不去又不好意思 我去吧 我又吃了辣子 我上火 我不适应吃辣子 所以说我们知道啊 我们有时好心会办坏事 我们是觉得我就喜欢吃辣子 我们这个特产 你这个大老远来了 我不请你吃个麻辣火锅 然后就觉得这个 好像是过意不去 好像招待不周 所以这个时候 你替谁做主了 你替客人做主了 你没有尊重客人 有个笑话 所以有个渔夫啊 他一生很幸福 他要去世的时候 他太太就问了他一句话 说先生说 你要走了 你这一辈子 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然后这个渔夫就说 太太啊 我这一辈子 有你陪着我 很幸福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 很遗憾 太太说 你赶紧说 看我现在能不能补救一下 先生说 从你嫁到我家来以后啊 那个鱼头鱼尾去哪了呢 我从小到大啊 我最喜欢吃的 就是那个鱼头鱼尾啊 这这这这太太一听啊 这后悔死了 他就跟先生说啊 先生啊 我从小到大啊 没嫁到你家之前啊 我最爱吃的就是那个鱼身子呀 然后我嫁到这来以后啊 我觉得你是我的老公很辛苦啊 我就把那个鱼身子肉啊 都给你吃了 那鱼头鱼尾啊 我怕你这看见了以后啊 舍不得去鱼身子 然后都就给我吃了 这就闹出了一个笑话 所以是太太替先生做了主了 啊 那么当然他们的鱼身子肉鱼身子 那么当然他们也缺乏一个友好的沟通 如果早沟通沟通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这里面有哲理意义 在老子讲不敢为主而为客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啊 从主人位上让下来 有第二者的时候 有第三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从主人位上让出来 虽然山东客人到了我四川 他是个客 但是我呢 要尊重他的习惯 让他做靶主 当然呢 你这个客人呢 也要尊重主人 自己也不贸然的去做主 如果人家热心肠 真的让你做靶主 你就跟人家讲说 老李呀 我是这两天有点上火 不想吃那个麻辣火锅 行不行啊 那也有山东菜馆 你能领我去山东菜馆吗 哎 我想人家主人不会说不可以 所以大家要沟通好 在这个智慧上一定要讲沟通 不要不好意思 你闹个不好意思 你吃完了那个麻辣火锅以后啊 你一肚子火 为什么 我这不爱吃 我还吃了 所以你那个生意很难谈下去 带着火器谈的 你这看你做主 我这来了 你不尊重我 这个火器就本身就在 那个敌火已经有了 所以为什么大家火爆 为什么躁 为什么烦躁 这烦躁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 你们经常替人家做主 人家不高兴 人家拿心里面跟你斗 这相互之间一搞一后就有敌火 这个一碰啊就爆炸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沟通好 你不单没有尊重人家 你也不去跟人家主动沟通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我刚才讲的 为什么呢 我们从这个智慧学的这个惯性意识上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惯性 所以人之初性本善 人刚开始出生的时候 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 你山东人到了四川 从小随着父母到四川 在那个饮食文化中 你也会熏陶一个爱吃辣子的习惯 因为那面到处都是辣子 你不吃不行 所以最后形成了一个喜欢吃辣子的习惯 你回到山东啊 长大了 突然回山东 你也不适应 四川人到山东去 从小在那长大的 那么他就养成了个吃海鲜的习惯 一旦回去四川 再吃麻辣火锅 他也不适应 这是什么 性相近喜相远 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尊重别人的习惯 为什么叫入乡先问素 入乡随素 都是要尊重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但是作为我们人自己要超越自己的话 你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惯性力 一定要委屈自己的喜气 委屈自己的喜性 委屈自己的那个惯性 然后去迎合别人的惯性 这样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当然大家都是好朋友了 也可以说你吃麻辣火锅 我这么点个山东菜 可不可以 这样是什么 和谐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这才好 所以等打到这样 才是真正的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们今天讲民主 我们千万不要做人家的主 人家在那个位置上站得高 看得远 我们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你没有站在那个高度上看问题 你没有站在总裁的高度上 你没有站在成长 为全省服务的这个高度上 去看问题 我们就不要随便的替这个省长做主 我们只能做自己的主 尊重别人 尊重他人 敬仰别人 敬仰他人 这样我们的社会就和谐 你喜欢这个样子 我喜欢这个样子 可以同时的在一桌上吃饭 可以同时的两个方法同时推进 看看哪一个是正确的 没有问题 只要在你的权利许可的范畴 你可以按你的思路去做一些事情 思路决定出路 但是我们一定要尊重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跟地方领导人 他们也是不得已的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茫然的去替别人做主 这就是在智慧学上 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只能做自己的主 不要做他人的主 叫不敢为主而为客 我们一定退到客卿的位置上 去看所有的事情 大家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这样把自己的事情治理好 叫人人得志 天下得志 每一个人管好了自己的事情 这个天下就太平了 天下就和谐了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会浮躁 我们就不会去制造很多的问题出来 这是惯性意识 那么第七意识叫思识 思识它根据什么去思考呢 所以是大家说 我经常自私自利 我经常跟有些人他们说 我发现自己有点自私 我说自私不是你的错 他说张老师那自私是谁的错 我说自私是你意识的错 他说那我自私的意识不是我 我说自私的意识不是真我 是假我 他就看着我 我就给他讲这段话 讲这个体系 讲这个八十理论 那么是第七意识是不是真我 是不是我自己 是不是真正的我 他还是一个假我 那么在第七意识里面 有一个本性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因为你一思怎么样 就站在自己的这个思想的思 你一思就站在自私的 自己的这个喜好上 因为他跟第六意识刚刚超越 所以他跟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是形成你的惯性意识 所以在第六意识上 形成的惯性是你最好的 刚才说你最好吃辣子 那么当然到第七意识 一思考的时候 所以说今天我喜欢吃辣子 那么我能不能看看 劝主人让我去吃辣子 那么所以他站在自己的这个 惯性意识上 最爱上面去考虑事情 所以是第七意识 一启动思识的前期 它是根据你的所好 自己的所好 来启动了这个意识 所以那么这个呢就叫思识 思识里面有一个我知我见 所有的东西都以我为中心 围绕着我去想事 我去做事 我爱这样去做 这样一个我根深蒂固 有了这个我字 我们就麻烦了 为什么所有的东西 跟自己的愿望不相合的时候 相违背的时候 你就会愤怒 你就会去制作 很大的麻烦给对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知道 我们是不是一致正确的呢 其实不是 不一定是你一定正确的 因为你一出发点 就考虑了自己 没有考虑了对方 你不够什么 人是二的 你没有把两个人的意见 统一在你的这个身上 而是你想把自己的主观意志 强加给别人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种 在管理学上所犯的错误 我是厂长 我是经理人 我就必须强令着 员工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看 你是不是考虑了两个人 都放在一体的去考虑了 还是只正在自己的 这个观点上考虑问题 如果是两个人都放在一起去考虑了 你综合考虑了 你做了一个决定 往往是正确的 和谐的 如果不是 只是考虑了自己 没有考虑了别人 那么你就是不和谐的 一定会打架的 一定会斗的 一定会斗争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 第七意识里面这个 这个好是好 因为他开始用脑了 不会说随着自己的洗心就去做了 他会思考了 我今天来的这个客人 是不是四川人 我也是四川人 如果是四川人 没问题 我俩都一样的 对吧 往往我们在无意间 山东客人来了 到我四川这个地方来了 我要请他吃麻辣烫 吃麻辣火锅 那么就这样去订 因为这是我的特产 我没问题 实际上你没问题 潜台词是你最爱 为什么后面那个习惯吗 你习惯吃辣的吗 你不习惯吃咸的吗 所以是很多的 表面上看的是很有道理的事情 实际上你是没道理的 你是站在自己的爱上面 去考虑问题 自己做了人家的主 还把自己的这个好主意 当成人家的主意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不是我们的真智慧 我们一定要再进行超越 虽然是说可以左思右想了 可以产生思想了 所以我们的很多思想 是别人的思想 大家千万要注意 不要说这个人能讲 这个人有思想 他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往往是他自己的思想 那不是整个真实的一个现状 虽然是问了 有些思想家都很偏急 非得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 你一定要这么想 你不能自己想 你一定要跟着我的想 你要想我就批判你 你要敢另外的说 我就批斗你 这就是思想家吗 所以是这个不行 所以在古代研究的时候 是这还不行 那么有没有更深度的思考 能够兼容的思考 所以最后再上一个层次 就到了心这个高度 由脑上去 上到心这个高度了 上到这个心的这个高度 叫情商 叫有情有义 叫正心 叫止于一的心 止于一叫不二法门 什么叫不二法门 我们俩能不能统一一个意见 这就叫和谐社会 和谐人生 和谐家庭 还有和谐自己 也不要委屈了自己 我刚才讲的不要自私 但是你不能把自己忘掉 如果是你把自己忘掉了 完全忘掉了 没考虑到自己的利益 也是不对的 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所以是一定也要把自己算在内 我们要把自己也算在内 我也要得到真实的利益 你也要得到真实的利益 我们找一个和谐的方法 一个共同发展的模式 看能不能来一起发展 这就是第八阿拉耶识 因为第八阿拉耶识 把我们善的 恶的 对的 错的 所有的东西都包含进去了 那么这个就上到心这个层次了 那就做的 做事情你就有情有义 为什么我们第八阿拉耶识 它是个收藏库 在这个库里面 它不单由我们今生 你生下来 到现在的所有的知识 跟经验 跟方法 还有技术 那么它里面 还隐藏着你的父亲 你的母亲 他们遗传给你的智慧 还有呢 你祖上 父亲的祖上 母亲的祖上 这是两条链条下来的 那么遗传基因 到你脑子里面 储藏的 用生物DAA 全息性携带的 一些智慧 高端智慧 最后都深藏在 我们的第八阿拉耶识里面 叫藏识 所以这个意识呢 它具备了一种大包容 为什么 你可能是 你的爷爷是四川 移民到山东的 所以这个你的种子里面 就有一个喜欢吃辣子的 这个习惯 那么到了山东以后 你虽然现在吃咸的 你说吃咸的 我吃辣的也还行 也可以 那就是一个兼容 所以这个时候 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太多好处了 四川人来我不怕 对不对 我请你吃辣的 我也可以吃 我山东人 我到了四川 我吃辣的也没问题 也不会闹肚子 也不会上火 这个好 这是我们第八阿拉耶识 它是一个兼容意识 它把我们人类 如果从高端上去找 我们的原始的始祖 叫福西式女娃式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座的 都叫炎黄子孙呢 我们只要是黄皮肤的 只要是华人血统的 那么都叫炎黄子孙 是皇帝 炎帝跟皇帝的后代 延续下来的 那么说不可能 我们中华大地上 还有诸多的民族 对呀 但是在所有的民族 再往上走 走到人类的最开始的 第一个人的时候 第一对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叫同父同母 所以我们为什么 今天的人类分呢 我姓张 你心里 我是张家 你是李家 没必要去分 你想天地生第一个人的时候 而一对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父母都是 从那个根上延续下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世人 我们就都是兄弟姐妹 所以我在中国呢 有时候去一些地方 听到一些地方官 私底下讲一些话 所以我跟他们说 我说这是老外 人家到你这投资啊 你是不是能照顾一下 张先生老外的钱 不骗骗谁的钱 他们有的是钱 我们就不骗他骗谁啊 哎呀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老外也是人呢 你人骗人 你说是你老骗人家 你能骗几次啊 你总有一天骗不下去了吧 因为他是个人 他就长得嘴 他就长得思想 他一定会出去讲的嘛 所以是你完了以后 因为他是白种人 然后到我们这投资 到我们这做事 他不懂一个养老外 就不懂 我为什么不崩他啊 这种思想观点 是极单错误的 我们本是同父同母所生 是个人 就都是 都承载着人类的DNA 从根上都是一个 今天我们西方科学的 这个科技法达 给我们做了这些证明 所以是几乎都是一样的 那么是人 就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一定要有博爱之心 在第八阿赖耶识常识里面 这里面已经全息地承载了 我们的列祖列宗 乃至人类原始 从古到今 从开始诞生人类 到今天的记忆 都在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里面 全息承载着 只是说我们如何地去解密 如何地去把这种 宗贯八千年 五千年的智慧 从我们的这个仓库里面 拿出来 古为金用 把那些有用的东西 在今天把它发扬光大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所应该做的 用古代的东西 跟现代的科学 现代的物理学 现代的高端科技 天文学 宇宙学 进行一个结合 使我们的灿烂的古文化 在今天也必定的灿烂起来 并且这些东西 对我们今天 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可以指引我们一个方向 所以说第八阿赖耶识 它不是一个 说是古人编出来的意思 他们从深度的思考 深度的会观 这个作用下 定力 大定力 生成了大智慧的观察下 然后他们给了 这样的一个启示 说第八阿赖耶识 是一个藏石 里面什么都有 所以我们才发现 我们有多么的渺小 你执着在脑的这个方面 你执着在你今天 学到的那个知识库里面 你认为你今天七十岁了 甚至八十岁了 你学到的那些东西 已经是博学多文了 是即不是的 每一个人都是智慧者 在他们的大脑里面 全系的记载着 我们全人类的智慧 只是说他们没有上升到理性 没有上升到一个高度 没有上升到一个理论上的高度 去进行开发 我们真智慧 中华真智慧体系的提出 还有真智慧学 智慧学的开通 就是给大家找到这一种 一样一种方法 让大家把这个大脑中的 全系知识宝库 把它打开这个宝藏之门 叫芝麻开门 我们有这样的秘诀 我们可以全系的打开 全人类的智慧宝库 这个智慧宝库不在我这里 在你的大脑里面 在你的第八意识 阿赖也识的库房里面 我们就是要把这把开门的钥匙 交给大家 你用了这把钥匙 用了这个全系的人类文化DNA 这把双链的钥匙 一定会打开自己全系的智慧宝库 那你就是一个智者 一个会者 那个时候你不用去学别人的智慧 你自己的智慧从心所生 由心而发 心是万法之源 所有的法 昨天讲过法是什么 法就是水去 水去为法 就是因事利道 是万法由心所生 万法由我们的心去看 去分析 分析所有事物的真相 找出所有事物的规律 发展规律 生成规律 忠实规律 叫成住坏空的规律 叫生老病死的规律 包括企业也有生老病死 企业也有成住坏空 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 你就是个企业大家 你就是个企业思想家 你就了不起 所以说我们才知道 我们开发智慧是十分重要的 那个法是由你的心所生 为什么有些企业老总找我做顾问 我说做顾问可以 他说那我把企业交给你算了 你是大智者 然后这么有知识 我把企业交给你算了 我说no 我绝对不可以接你的企业的 他说为什么 我说是你的企业 从小到大都是你养大的 你最了解它 它什么时间会生病 什么时间会饿 什么时间要生长 那么这个时候最知道的人不是我是你 这个养大的孩子是你的 你一定要自己去管他 自己去带他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谁去帮 我们自己帮自己 智者会者只能做你的高餐 只能点拨你 给了你指引一个方向 真正的要把家治好 要把国治好 要把企业治理好 你要生成自己的智慧 心生万法 你遇到了所有的事情 你就可以自己 由自己的心中生出法来 去解决它 那这就上升到灵 灵是什么 灵昨天我跟大家讲 灵是灵性 灵感思维 创新思维 那么这个创新思维就是说 原来根本就没遇到这个事 那么你要全新的创新一个事出来 所以是那么在一个高级的管理者 高级的领导者 高级的总裁 你企业中遇到的那些事情 每天所遇到的事情 都是全新的事情 只有类同性 没有一模一样的事情 所以针对着这个来讲 我们实际上每天都在做新的事情 每天都在应对新的事情 这就是一种高度的觉悟性 那么既然是一个新的事物 我们就要用新方法 新思维 新技术 去应对它 而不能拿昨天那一套 去年那一套 去应对今天的这件事情 所以在高端的管理学上面 没有一成不变的管理法则 昨天提到的 简易 变易 不易 变易是永恒的 因为昨天跟今天 已经不是一个时空点了 我们昨天的这个地方 跟今天的这个地方 已经是两个地方了 还是一个地方 还是这个样子的 我经常也是跟他们讲 我说我今天来你这个办公室 跟去年来你这个办公室 不是一个办公室了 他说张老师 还是一个办公室 我说我告诉你 不是一个办公室了 他说对 上次我们就在这个办公室 你看我们的惯性意识 有多么可爱 我老师听听说不是了 他说是 上次就在这个办公室 就是这个办公室 我说老兄啊 去年是哪一年啊 你这个房子 今天已经老了一年了 你知道吗 他豁然明白 他们也不是糊涂人吗 有智慧吗 他说对啊 这个房子是老了一年了 对啊 那你能说是同一个吗 所以在西方 有一个折旋观念 是一个人 不能两次踏入一个河 同一个河 因为那个河 已经不是一样的河了 也什么意思 就是你包括走两步 走两步 你抬起这一步 水流走了 再下去那一步 是新水来的 所以没有一个人 能够同时的踏入一条河 那这就在提醒着 我们的时空在转变 我们要有觉悟性 这就需要我们的灵活劲 这就需要我们的灵性思维 灵感思维 你要应付全新的事物 有高度的自觉性 今天的事情跟昨天已经完全不同了 说我们今天的中国 跟过去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 今天的企业跟昨天的企业已经完全不同了 你要用全新的思维对付今天 应付今天这件事情 那你用要用新思维 这个就要用灵气 为什么我们要不要固化自己的惯性 固化自己的思维 刚才我们一路来分析下来 你知道你的惯性思维有多么厉害 第七意识受它影响 第八意识虽然里面藏了大量的智慧 但是一旦从库里拿出来 你要用的时候 你怎么去用 你往往又根据自己的惯性 往往又根据自己的什么 去做了 所以说我们才知道 我执的作用性是很大的 为什么说要无我 无我不是说让大家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 不要考虑自己的家庭 完全地把自己忘掉 不是这个样子 无我是说要去第七意识的执着性 固执性 不要执着于我 所以这里面不单不要执着于我 还要不执于法 不要叫法执我执 所以说我们经常认为 我们的方法就是对的 昨天可以用 今天可以用 明天还可以用 所以这是错误的 方法一定是顺着改变的 万法都是由心所生 要是心生处法来 对付今天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知道 我们要超越 超越了第八意识 上到第九意识 就是真实 真实就是心生万法 是真正的智慧 这个时候不是说 去套用原来的方法 是在原来的方法借鉴下 我们全心生处的新方法 新方法 有了新思维 有了新方法 有了新的这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新发展 新发展我们就可以创新财富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些企业家 今天要从资本文化 从资本时代进行超越 进行全新革新 全新思维 不必要说你只有资本 你只有破坏环境 才能换来新的财富 换来新的增长 这个已经是过时的 已经被金融危机否定的 我们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只会跟他们的结局一样 到最后我们也是要倒退几十年 所以我们才知道 你们在座的老总 有这个义务 进行这样的一个新思维的一个传播 有这个义务 去建立自己的智慧学体系 建立自己企业的智慧学体系 然后引导我们的员工去创新 引导我们的团队去创新 那么我们才能走出一个新方向 走出一个新发展 从目前的怪圈里冲出去 从我们现在的瓶颈中突破出去 所以是我们看到智慧学的重要性 你要上升到理性上 认识这个智慧 是这样诞生的 到灵性思维的时候 我们遇到所有的事情 都会当下我们就生出解决的办法 不要老去请参谋了 这个时候只需要去认证 什么叫认证 你去想到一个方法 又不知道好不好行 能不能用 你可以找老师认证一下 真正懂智慧学的 这些教授们去认证一下 说我是想这样搞 然后行不行 他帮你出出主意 出了主意还真的不要完全听人家的 不是说张老师让你们怎么做 就是怎么做 错的 张老师讲的 永远到你那儿要变成你的 所以说我们经常讲 有些人下面说 谁是你的老师 张老师 我说错 我告诉你 谁以后说是张老师 是你的老师 我就打你巴掌 他说你就是我的老师 我说不对 我告诉你的一句话 你记得是一模一样的吗 你现在背给我听听 我给你开导了那么多智慧学的东西 你现在背给我听听 他就讲他的 我说是你讲的这句话 你再翻翻我的讲义 是一模一样的吗 他打开不是一模一样的 我说对 这是你自己的智慧 你是受了老师的启发 生出了自己的智慧 说大家不要沾沾自喜 不要垄断学生 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意志 加到学生身上 让他们指字不漏地背你的讲义 不对的 在这个方面庄子就有伟大的发明 庄子提到什么东西 他说是人的每一个人 谁是他的老师 他叫诗心自取 这对我们当老师的 有一个很大的起立 什么叫诗心自取 每一个人的老师 诗心上都是自己 你学了别人的东西 你自己如果心不动 你不能说服自己 你不会去应用的 你不会发挥他的 你不会灵活应用的 你不能信生万法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发出 自己的灵性思维 然后呢你才能真正的 根据自己的心 决定当下的事怎么去做 这是我们第五个层次 到灵的这个层次 那么到上面性的层次 叫无意识见 说无意识见就是不思想了 对了 我们刚才讲 你思想已经要往上超越了 对吧 你思想已经往上超越 到心这个层次 已经不用挠了 为什么我说你刷小聪明 整天左思右想 你看看你低下到什么程度 你这个低度已经是太低了 你在心跟灵这个层面都没有 那么我们再往上超越 到性这个层次 叫无意识见 因为到第九是真实 已经没有再比它才真的了 真的超越真的就没有了 那无意识见是一个什么境界呢 叫智诚可以前知 当你真正的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可能你就会知道一点 预感到一点 这在历史上有一个故事 在二战时期的巴顿将军 最后跟希特勒打的最后一仗 当时的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仗 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什么 就是说凌晨大概是四点还是五点 全线向德军发起进攻 然后开完军事会议 大家都去休息了 做战斗准备了 在这个做战斗准备的这个过程中 晚上巴顿将军要休息一下 但是睡到十一点的时候 他怎么都睡不着 然后就爬起来了 爬起来以后他就觉得不对劲 不知道哪不对劲呢 他在把整个的战斗计划 进行了细化一遍以后 还是找不到原因 突然他灵机一动 说可能是不是德军前线 要提前发起进攻 超越我们的时间 那样我们就相当被动 我们便主动被动了 所以最后他看了一下表 抓起电话 向全线指挥官下打了命令 凌晨两点钟进行全线进攻 这些指挥官一看吓了一跳 这所有的战斗准备都准备凌晨打 说是能不能 这些准备工作都还没做好呢 将军说不可以 必须按这个时间 连军事会议也不用开了 这就是大将军 他下打了命令以后 准时的盟军在两点钟开了炮 结果他们把德军的前线阵地 全部击溃 击溃以后 从获得的这个军事情报上 他们的文件上 既然他们的发起总攻时间 是三点钟 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 去实施的话 整个盟军那一仗未必打得赢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故事上 反映了一个什么东西 叫智诚若神 智诚可以前肢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有预感性 所以说我们这种预感性 作为高级领导人 要有前展性 预见性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高度的智慧 那这个就叫无意识见 这不是能想得来的 这个完全要靠你的一种 高度的智慧 高度的定力 为什么我们叫界定会学 我们一定要有大定力 有了大定力 你才有大会力 有了大会力 你才能真正地实现 我们智慧学的最高端的智慧 当然在这个性质上 我们还有个空字 那是一个高端的一个课程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 就不进行深入的 那个叫无意识借尽 前面叫无意识借 后面叫无意识借尽 留到以后有机缘 我们再进行闪识 好 这一章节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华真智慧大讲堂 上一节我们就纵向肘 怎么去用 怎么去理解 它是个高度肘 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 那么这个纵向肘的内容很丰富 我们如果单讲这个 估计也要一段时间才能讲完 暂时就给大家传授这么多 后面这一节 我们会讲一下螺旋轴 前面我们讲了横向轴 纵向轴 正面是Z向的 这样的一个双螺旋轴 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真智慧体系 成为人类文化的DNA 前面我们提到DNA 生物DNA里面 它有一个图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DNA的双链 既然是一个向下走的 一个是向上走的 它的双链不是朝一个方向走的 它是拧结而成的 一个向下走 一个向上走 那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DNA呢 所以我们西方的科学家 它就没有再深入地去破译这些东西 我看了这个生物DNA报道以后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全息性的 所以在中国古代 它采用的方法 叫一元四素方法论 它是全息理论 什么叫一元 一是德 元是道 四项是哪 四项呢 它叫相数理器 所以这个一元四素方法论 是古哲学 古代华夏根文化的 一个很科学的 一个全息的方法论 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懒过进去了 一个事物 有它的现象 那么可以用数字表示 可以有它的道理理论来演示 那么最终归结的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说古人把它归结为气 这个气是一个无字 下面那个四点水的那个气 所以古代应用的 这个科学的思维的方法论 它叫一元四素全息方法论 那刚好就是跟我们的 这个生物DNA的全息性 是相对应的 我们今天的全息科学呢 虽然没有被主流的科学所认同 但是已经进行了一些科技化 比方说现在的行真技术 拿你一根头发 它就可以把你的人呢 是什么样的人 男人女人 以及身高 以及外在的形象 血型等等的 它把你这个人 基本上就可以描述出来 它就用的一个全息技术 包括全息成像技术等等这些 现在我们已经在科学界上去应用了 所以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了 所以古代应用的这个一元四素全息方法论呢 是我们今天所缺识的 尤其在这个气的这个方面的研究 当然我这里讲的不是气功 大家不要又往气功上走 这个气呢 是一种物质 在这个双链的DNA 为什么会形成一个链条是向下走的 一个是往上走的呢 实际上这个古人早都是告诉我们了 为什么 它叫天气下降 地气升升 所以在《易经体系》里面有一个卦 叫地天泰卦 那么地天泰卦是天气在下 地气在上面 才为泰 对应着还有一个脾卦 脾卦呢是天地脾 如果天气在上面 地气在下面 它就脾了 脾就是不通 就是不好的 泰就是国泰民安的泰 它就是太平的 它就是好的 它就是和谐的 为什么呢 天气的属性呢 它是自然的本性是向上 是清阳的 它会上升的 它的自性就是上升的 那么地气这个方面呢 它自性是向下降的 所以如何我们使天气能够向下走 如何能使地气上升上来 那么天地淫云 才是万物诞生的基础 叫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天地淫云 中间形成了中和之气 这个三 那么才能够生成万物 在万物的本体里面 都有天气地气中和之气 才能够生成万物 所以说我们才知道呢 古人在关于我们的生命科学的研究呢 他虽然没有用这个现在的分析法 他已经用我们的高端思维 科学已经把这些进行了破译 那么这个DNA的双链 向下走的呢 是天气 向上走的呢 是地气 所以最后才能形成细胞 所以说我们才知道 这些古代的高科技的东西 现在被现代科技在证明 有人说现在科技不得了 实际上我们呢 要仔细地去分析一下 现代很多的高科技 都是在验证古人的说法是对的 都是由古人提出来的 只是我们今天把它具象化了 古人从理论上 从科技方法上 给了我们一个提示 现在人根据那些东西 再把它变成一些食物 变成一些科技手段 所以说我们要很清醒地 意识到这一点 只有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才会真正尊重古人的智慧 才不会说把古人封为愚昧之人 把我们今天自大的人类 说成是高不可攀的现代人类 实际上我们现代人类的智慧 刚才我们在纵向体系 这个高度上来分析 我们大量的缺失 很多都是假智慧 很多就是没有生成真智慧 还是自以为是 所以我们是说自大的人类 我们应该清醒的时候了 我们应该进行文化的正视 理性的思考 重新审视人类史 人类史在最早的时候 那个淳朴的人类时代 是不是愚昧的时代 还是勾心斗角开始 会勾心斗角了 就是一种先进的人类 所以说我们要重新审视 我们要反谱归真 我们要回归人的本性 回归社会的本性 回归经济的本性 这在上面那个性的体系里 尤其给我们一个提示 我们一定要反本还原 只有这个样子 我们的人类 才能够真正的活得心安理得 才能够真正做到 自己的智慧 像权一样的涌现出来 才能获一个快乐的人生 所以是我们自己呢 给自己 尤其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要做自大的个人 都应该是老老实实的 尊重古人 尊重前人的科研成果 智慧成果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开创我们自己的一个真智慧 那么这个螺旋的这个DNA 实际上就是我们智慧的双螺旋 我们这个智慧学 在这个Z向肘上 它也是一个双螺旋结构 也是纵向肘跟横向肘 进行两个扭结 形成的一个双螺旋 我们可以形象地 把这个纵向肘呢 称为是躯干 树干 然后把这个横向肘啊 称为树头树冠 就上面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这个实际上 一个核心的螺旋肘呢 就是树根 所以这个方面呢 在今天呢 我们社会上经常听到一些养生 养生的理论 或是养生的说法 在养生上面 也没有一劳永逸的理论 也没有用一劳永逸的方法 它是根据一些具体的情况 具体变化的 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个 上面的这个纵向走的时候 在灵的这个程度 我们特别强调了 所以当年 这个释迦牟尼在讲法的时候 为什么他说了十万八千种法 说了那么多 并且一讲 讲了四十九年 世界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我们这个地球上 有六十多亿人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这独立的个体 跟别人都不同 它只有类同性 没有完全一样性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 古人的这个 发明的这些养生方法呢 都是根据因人而异 根据每一个独立的人 每个区域 独立的区域不同 然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养生方法 那么这个养生方法 跟我们的这个智慧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今天是来听 智慧学讲座的 你讲养生干什么 所以这个往往是我们的 一个误区点 一个盲点 认为这个养生 跟智慧是没有关系的 在前面的某一个章节 我们提到过 这个心理啊 跟生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们智慧呢 是重点体现在 心理学这个方面 生理学在心理学 这个领域里面 它起到一个核心的 一个关键性的 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并不是没有关系 是起到一个核心关系 当我们生理不能和谐 我们的身体不能和谐 我们的肝气不能够和谐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发怒 所以是古代讲 喜怒哀乐 悲恐惊 七情六欲 实际上 这些情绪的爆发 都是根据我们的五脏 六腑 安宁不安宁 有一一的对应关系 这种对应关系 是相当科学的 并且把它进行了一些合理的 一些技术方法的规律 比方说我们古人 把我们的肝脏 归为木 在金木水火土 五行中归为木 把我们的心脏归为火 脾为土 那么这个心肝脾 肺是金 肾是水 所以金木水火土 对应着我们的心肝脾身肺 那么这意义对应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找出它的一个属性 然后如何把生理调到和谐的状态 使自己的情绪能够达到心平气和 所以这个只有心平气和的前提下 你才能产生伟大的智慧 才能产生真知灼见 因为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 你半天平静不下来 那个时候做出的决定 往往是非理智的 是不理智的 那么结果呢 可想而知 所以是在这个一一的对应的这个关系中 古人还发明了很多的方法 就当我们发现你脾气暴躁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用什么方法来对付呢 通常用中药的方法来调理你的甘气 甘气和气了 甘气平和了 那么往往你的怒呢 就少发了 所以是古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呢 来进行一些高端智慧的一些培养 那么只有把你的五脏调和好了 那么你的生活安宁了 那么你外在的智慧才会显现出一个高端的智慧 所以是我们才发现呢 原来为什么我们把一经啊 还有上古三藩的这个神龙本草 以及皇帝内经 皇帝四经 还有老子的经典 庄子的经典 还有孔子的一些经典 那么称为这个母体经 这种母体经啊 通常都有一个特点 它是把智慧学 生理学 心理学 哲学等等的 凝结在一起的一个母体科学 一个母体经典 从这个母体经典 今天已经把它分支出很多的 这个知系出去了 但是我们今天 回归到中华真智慧学的这个体系建设中 我们只有树冠 只有树干 没有树根 这个是不行的 你这个树是不能够长成的 树是会坏死的 所以我们也要重视养生科学 那么只有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 只有重视了自身的健康 身心都健康了 我们才能有高端的智慧 你有了高端的智慧 才可以真正的为自己的亮丽人生 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大的功德 因为所有的功德的形成 这个德的生成不是空口说的 说到底谁有德 这个人有德 还是那个人有德 这个不是这样去讲的 古人是怎么来论证这个德的呢 虽然我们在老子的这个 伯苏版之外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除茧本 是在楚国时代的一个除茧 一个发掘出土了这样的一部经典 那么在这部经典里面 他把这个德呢 怎么来讲呢 他叫碎世树工 碎世树工 碎世是什么意思呢 碎世呢就是说 把事情做到天碎人愿 天也满意 人也满意 这就叫碎世 也就是把事情做得相当圆满 叫碎世 这个时候来树工 你只有真正把事情做好了 你才能够表述你的功 你功有了以后 你才真正有德 只有把事情做好了 才能够真正的有德 从这个意义上讲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建功立业 一定是脚踏实地的 做一个人 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把自己现在所经营的企业经营好 那你才是真正的在建立功德 否则就是一个空的功德 空的德行 包括我们今天把一个德 都理解成是一种 就是一种品格性 所以这都很片面 它是一种品格性 外在的一种反应 但是它实际上更重要的 是一种能量量级的 我们说重量级的人物 实际上是德能充沛的这种人物 他的德高 德高望重 他就成为了一种重量级人物 所以我们自己想成为一个大人物 想成为一个重量级人物 我们首先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从做事情下手 做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建功 我跟有一些企业老总也交流过 他说张老师 我没什么愿望了 我现在赚钱也不少每年 然后房子也都有了 车也都有了 孩子也就一个 也都上大学了 马上就就业了 所以我不要去拼了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 是根本没有功德可以说的 那么我们这一辈子 人来到世上 真正要来人间 你是有一件事情要做的 那这件事情就是要不单顾及自己 还要真正的把那些 跟你有因缘的人去帮他们 这种因缘就是说 他是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种种原因 他没有这个能力 去创造更多的财富 所以家庭贫困 没有办法送孩子上学 没有办法给孩子一个将来很好的未来 那这个时候他们心中 除了自己在自强不息的去拼搏之外 他们也希望能够得到那些 真正有能力的人的 伸出一只手来拉他们一把 那这种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太多了在这个社会上 毕竟我们英雄是少数人 但是我们英雄 一定要顾及到 我们周围的社群 顾及到我们所出的那个空间的人 我们应该身处 有能力以后 我们应该伸出一个友好的手 拉一些这些弱小者 让他跟我们同登到一个高度 同样的能够享受到人生的快乐 所以真正的 为什么叫兼功立业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所谓就是把别人的烦恼 变成别人的快乐 不是把别人的烦恼 变成自己的快乐 那你是个十恶不赦的大混蛋 那么完了以后呢 是把别人的烦恼 变成他的快乐 把他的烦恼去掉了以后 然后帮助人家实现一个快乐 什么叫菩提 菩提就是说烦恼变成快乐 就是菩提 没有什么说 离开我们的现实生活 再去找一种涅槃 再去找一种快乐去享受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很多企业家 他意识到了 他们又去拼搏了 我说是你不仅仅是你有一个家庭 你所有的员工都有家庭 你不是肩上扛着自己的饭碗 你还扛着所有员工的饭碗 那么当你能力大的时候 你还要帮助更多的弱小者 去有一碗饭吃 所以我在新加坡那个时候 我给我的中高层 这个做动员工作的时候 他们有的人呢 也是不够勤奋 我就给他们讲 那个时候我有四百个员工 那么我就跟我的中高层讲 我说弟兄们 你们不要认为 你们现在一个月 能挣个三四千块新币呀 你就满足了 你看看我们的工人 在工地上流血 大白天的 然后三十度的气温下 高温下 拿着榔头在做工 一身那个衣服啊 一天都要试上几次 最后又被太阳晒干 我说说他们这么辛苦 在干什么呀 他们是为自己嘛 因为他们后面啊 有自己的父母要养 有太太的父母要养 有太太要养 有孩子要养 所以一个人后面 至少是背负着七个人的饭碗 那么我们有四百个兄弟 我们就有两千八百个饭碗 在等着我们吃饭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责任心 不好好地经营我们的企业 那么这些人的饭碗就要砸掉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担负起这种责任心 我们要有这种使命感 我能够帮两千八百个人找饭碗 我能不能帮两万八千人 我能不能帮两亿八千万 如果你能把十三亿人都养了 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给你送红花 所以说我们知道 我们的胸怀要大 我们要胸怀天下 天下兴旺匹夫有责 你不可以只有自己家里 自己的那个饭碗 你如果只为自己的饭碗做 最后必然连你的饭碗也会被砸掉 因为你违背了天道 违背了地道 违背了天的包容 违背了地的博大 所以我们要效法天 因为你是天地所生养的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是天地所生养的 在这个意义上 天是父亲 地是母亲 天父地母所生养的 包括植物 包括动物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都应该去照顾它 我们没有资格去杀了植物的命 杀了动物的命 那就是又替了别人做主了 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是没有道德 所以说我们才知道 古人在这种智慧的这个方面 他把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 我们的喜怒哀乐悲恐惊的情绪 跟这个生理上的心肝脾肾肺 以及六腑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研究 那么为了我们获得高的智慧 为了我们不去弄去杀动物 所以他就用了很多的方法 包括神奴长白草 把我们的这个地球上的草进行了分类 能够给人类吃的变成了庄稼 不能吃的 对应着我们的五脏六腑的龟精 那么来进行了 可以治理我们的心肝脾肾肺的各种的不和谐的疾病 他称为三皇五帝 所以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要珍惜这些东西 尤其在《黄帝内经》这本书里面 我之前呢 是看不想看这本书 因为它是一本医书 当我找到了体系 再去看的时候 我很震惊 因为我在里面看到了哲学 看到了人类学 看到了我们环保学 等等这些东西都在这个《黄帝内经》之中 都在《义经》之中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古代的经典 很好地去理解里面的智慧 同时呢 在养生学里面 为什么我们也要注重养生 注重这个古代智慧的综合的应用 刚才我提到 在这个体系里面 整个的这个文化的DNA 实际上双链的 它承载了一个什么东西 一阴以阳为之道 所以是阴 是下 阴本身是下降的 但是要让阴 浮生上来 然后阳本来是向上的 轻轻着向上的 然后我们想办法把阳引下来 那这就是文化的DNA 所有我们的智慧 都要是把这个阴阳 进行一个抱团 合而为一 你分了 就是二法门了 不二法门 就是阴阳合一的法门 也就是说 在人类上 为什么这个仁义的人字 它是把两种不同的东西 放成 放在一个人体上 这才叫包容 这才叫慈悲 那么在这个双链的文化承载上 我们要想办法让阴气提升上来 让阳气下降下去 那么这个就必须进行天跟地的一个结合 刚才我们讲到 我们的这个高度轴 它就是代表一个天 这个横向轴 它就代表了一个地 说天地淫云 始生忘物 那么我们在整个的人生的实践的这个高度过程中 这个斜的这个 这个阶向轴的这个体系 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 那么就等于说 你的真智慧是生不成的 那么我们经常提到一个中和 今天我们在这个 咱们的这个大地上听到了和谐社会 这个词汇 大家都在提和谐 那么什么是和谐 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好的现象 和谐就是不吵架 和谐就是没有原则 什么事情都活犀利 不要去争 所以这就是和谐 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出了很多问题 归结起来 还是对我们古文化的 古智慧的这个体系 破译的力度不够 解读的力度不够 所以我们应该下点功夫 在这个方面进行破译 什么叫和谐 我问大家什么叫和谐 你们有没有思考过 刚才我说要用脑 那么你们有没有思考过什么是和谐 今天提和谐社会 什么是和谐 张老师刚才说的没有原则 没有对错 然后大家活个悉尼 这就是和谐 蒸啊炒啊什么 人总是要死的 活着也不容易 蒸的什么炒的什么呀 是吧 大家都听到这种论调 就没有原则 没有对错了 就是和谐 这个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呢 我们呢 今天所理解的古代的和字 出了问题了 那这个和字 是不是张老师说的对啊 人家这些人说的都不对啊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个和字啊 我们还要回归到经典 从原始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解读这个经典的 所以说我们才在这个经典里面找到 中庸里面找到这个和的解读 因为历史上曾经有一派呢 叫以经解经 他们说谁也别自己去解经 你要拿经典里的话句 再去解另外一个经典 神这一部经里面都可以 第一章拿过去解最后一章 最后倒数第三章 可以拿来解第二章 等等的这样 叫以经解经 我们要这个样子去做 为什么呢 在释迦牟尼佛将要离开人间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当时他的学生们问说 你活着你是个大智者 你是个大会者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去找谁 你在的时候 我们可以请教你老人家 给我们点拨 给我们认证 说你走了 我们去找谁 所以当时释迦牟尼 就说了一句话 说一经不以人 我们今天所患的错误 就是被一些所谓的名人 所谓的名家 这个名是出名的名 不是明白的名 明白的名 他自己真正明白了 那可以成为一个大家 如果还没有明明白白 那么只是出了名的这样的 那这个叫虚名 我们听了一些所谓的名人讲了以后 就认为就应该那样去做 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什么 没有用自己的智慧 没有左思右想 没有犹新生法 没有生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你也不能埋怨别人 说都是那个人被他忽悠了 不对的 都是你自己没有智慧好不好 你还要回归反本回真 像内观 观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智慧 也有的人跟我抱怨 说张老师 现在骗人的人太多了 说我被那家伙骗了十万 我被那个家伙 怎么骗了一个什么生意 我说这个都不能埋怨那些人 为什么他就不能骗我 就是因为你没有智慧 他骗你的时候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才知道 万法归宗 最后要回归自己的本我 回归到真我上 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上去 找真智慧 刚才讲到这个中和 这个和字 和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提到以经不以人 不要说是张老师讲的你就信 李老师讲的你就不信 不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回到经上去 所以在中英里面 这个和字怎么讲的呢 它是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知中 发而皆中节 未知和 这个发而皆中节 未知和 也就是说我们的喜怒哀乐 这些七情六欲啊 你的情绪啊 没有发的时候 那个状态叫中 所以这个在古代呢 叫中 说打中了 现在河南人 鲁西地区 还有人这样发音 因为我们以前搞过这个应运学 搞过这个方言调查 那么所以这个中字呢 它的本意啊 是如如不动的意思 因为喜怒哀乐都未发 未知中 那么这个中字 我们今天的中国 为什么叫中国 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叫中华 实际这个中字 就显出我们大国的一个沉稳 一个如如不动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看到了国际上 很多风雨在飘摇 但是我们 这个大国 可以表现出一种沉稳 一种不浮躁 在整体的国际上 树立了很好的形象 那么这就是我们中的本意 我们中国的本意 是我们从中国的中字 要理解我们民族的根的所在 你作为一个大企业家 作为一个高级领导 你没有点沉稳进 你没有点定力 你就中不了 这个中啊 不是活稀泥的意思 很多人认为说中和 中是活稀泥的意思 和就是和气和平的意思 这个中不是和气 中是如如不动 在佛经上叫金刚不动心 我们把这个经典 一理解错了以后 我们的沉稳没有了 我们的定力没有了 所以我们的社会乱 我们的企业乱 是什么在乱 是我们自己做领导的在乱 你经常打乱自己的部署 打乱自己的规划 打乱自己的时间表 那你就在乱 你是乱之源 你是乱之手 虽然我们要灵活性的 去运用一些东西 灵活性的去变化一些东西 但是既定方针 你要变从计划上变 而不是说临时上去变 临时变 你就打乱了作战的阵脚 你就打乱了自己事业的阵脚 你就打乱了你原有 有序化的一个管理体系 所以今天我们的很多老总 喜欢到处学东西 学了以后就回去企业乱搞 刚刚搞了一个月 没几天 然后又去学一种东西 回来又乱搞一通 让所有的中层 高层不知所云 不知所从 没有一个既定方针 没有一个大正方针 没有一个定力 所以说我们要变 从计划上变 我们今天七点半出发 说是怕塞车 我们就从七点做计划 越过半个小时 而不是说临时的告诉 要七点出发 那就会乱 你就打乱了整个的部署 打乱了整个的安排 本来是有序化的 那你就打乱了原有的计划 就会苍苍张张 慌慌张张 中间就容易出错子 这是谁搞的乱 乱之手在我们做领导的 没有规划好 要变从计划变 所以说我们才知道 整个企业的问题 实际往往乱之源 不在我们的百姓 而在我们的上面 你动不动 把既定方针就打乱了 随意的随着自己的信 想起一阵子 高兴一阵子 就搞一阵子 这样不可以的 你就一点沉稳劲没有 你就不叫中和 所以我们才知道 中字的意义理解错了以后 我们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会搞乱自己 我们把一个有序化的东西 一个已经治理好的东西 自己去把它咬乱了 那么和字是什么 和是 喜怒哀乐之未发为之中 喜怒哀乐之意发 发而皆中结为之和 发而皆中结很重要 结是什么 结是结盘 结是结律 律动 我们经常是去听音乐的时候 我们会合着唱 特别是这个过年的时候 那个秧儿一扭 那个锣鼓一敲 你就挤着去动 你就跟着和 你就被它动了 那个时候呢 是喜 该喜的时候 你一定要喜呀 对不对 喜怒哀乐之意发 发而皆中结 为之和嘛 那个时候你就和上去了 但是我们经常不搞和 人家家里结婚呢 你在那奏哀乐 人家家里奏 这个办丧事呢 你到人家门口敲锣打鼓 你不找奏吗 我是举例子 我们经常干这种事 我们经常在不恰当的时候 做了不恰当的事情 这件事情没有错 每一件事情本身没有对错 但是你在不恰当的时候 做了一个事情 那就可能是错了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 在考虑事情的时候 要从时空这个观点上 去考虑事情 你考虑了 那么你就容易做对了 比方说 大家请我吃饭 没问题 这是好事 请张老师吃顿饭嘛 但是张老师刚刚吃了饭了 刚放下筷子 你又要请我吃饭 你说你这事做的对不对 那就不对了嘛 对不对 人家刚吃饱了 你又要请人家吃饭 那就不对了 所以是没有一个人说 愿意再去听你的话 再去吃顿饭的 但是我们做事情 往往就是这么糊涂 我拿这些事来讲 你们都说我也不会 但是实际上 你没觉悟到 你在做的很多事情上 你往往是不恰当的时候 说了一个恰当的话 你往往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 说了一个不该说的话 所以等等我们这些错误 经常的犯 所以就违背了一个和谐的原则 什么时间该说什么话 你自己要掌握到 恰到好处这个分寸 符合他的解采 符合那个时空点 符合那件事 符合那个人 为什么在古人 他教育人的时候 叫数而不做 你看这个现象很奇怪 释迦牟尼佛塔老人家 他说了一辈子经 他自己不写书 老子也是这样 老子最后写书 是没办法是被人逼的 为什么他过杭谷关不给过 非得留下一部经典才给你过 他最后就把道德经给写了 这叫不得已 那么孔子呢 孔子一生数而不做 我们只可以看到他的弟子 给他留下的论语 记录了 集结而成 包括释迦牟尼佛 都是他死了以后 弟子们 当然我们要尊重 我们说涅槃 那么他以后呢 弟子们给他集结的 什么原因呢 实际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很辛苦啊 为什么他们经常说 这是张老师说的 对呀 你要看我在什么场合下 说这个话的 我在什么时间下 说的这个话的 我当时说这个话 是不是恰到好处的 但是把那个时候说的一句话 拿到这个时候来讲 就不对了 所以这个当老师的很辛苦 因为老师讲课的时候 老师针对不同的群体 针对不同的事情 讲了一些课程 但是这个课程 离开这个环境 离开这个时空点 可能就是毒药 可能就是不能用的 所以就不够恰当好处了 所以为什么我也不喜欢写书 他们有人说你写书吧 我说我不喜欢写书 为什么 因为你写书把思想固化了 这个思想恰恰 这群人是不适合的 人家看了你这个东西 也会毒害人家 所以我们今天的大家们 应该学一学古人的数而不做 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对什么时间说什么话 办什么事情 我们要办到恰到好处 这个恰到好处 恰恰就是和 你只要真正的能够 符合了这个节律 跟人家和尚拍了 和尚节律了 那么你就是一个智者 你就是一个会者 刚才我讲 你奏哀乐有什么错啊 没错啊 但是你在人家娶新娘的时候 奏哀乐 你就是找奏 对不对 你说你奏扭秧 然后敲锣鼓有什么错啊 人家在家办散礼 你到门口去干这事 就是欠揍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东西 我们要知道 这个事情本身不是对错 不要去评论一件事情 是在那个时间 在那个空间 对着什么人 你干了这件事情 那对不对 一定要这样去着落的 是不是真正的和了结拍了 恰到好处了 那么只有和了才能携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家长们 特别在海外 这个我们现在不是中国灌孩子 这个在新加坡呢 灌的也很厉害 在南洋 因为他们经济很富裕了以后啊 有的家里都雇两个保姆 一个保姆专门做家务 一个保姆专门照顾孩子 对孩子浇灌备制 吃饭都要喂 十几岁的孩子 你去看外面酒店里吃饭 还保姆还在喂他 把孩子灌到这个程度了 那么我们通常讲 对孩子你不能发脾气 对员工你不能发脾气 所以这都是错误的 这都是偏的 如果是这件事情上 你非得把孩子打一顿 你非得发怒 才能够真正的教育孩子 才能教育你的员工 你非得把这个人 抓进监狱里去 才能把他教育好 那这个时候 一定要用这种手段的 为什么古人讲喜怒哀乐 这个发而皆中解 那么怒就是这个用法 当你不怒的时候 你不足以教育他 那么最后的 培养了一个小偷出来 你把孩子培养成 手舞腹肌之力 到社会成了社会的助成 不能为社会做贡献 你又去怪罪孩子 这都是我们之过 我们之错 养不教父之过 实际上我们企业主 这些老板们 你就是全体企业员工的父 不管是这些员工 有多老 你有多年轻 你就是他们的父 你就有责任 有义务 替国家 替社会去教育他们 所以今天如果把大企业家 做一个定性的话 我们一定要定性 有文化的大商人 才是企业家 那么你大企业家 一定要做教育家 我们看到了很多可喜的现象 今天很多企业家 搞内训 请一些老师去培养人文素质 道德素养的这样的一些课程 很好 应该这样做 因为你应该做教父 你应该做企业的教父 你就是教主 你就要把自己的思想 形成自己的思想 形成一个高端的内圣的人生观 价值观 那么去用这个来教育自己的员工 你这样就起到了一个教父的作用 你就为国家在分担 为这个社会的安定 为这个社会的和谐 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富裕的商人 应该干这件事情 太重要了 太需要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个要做到恰到好处 不要过头 你天天让员工不去做工 天天在教育 那你就要办学校 那你又走错了 又不对了 所以我们什么事情 做到恰到好处 你就是和 你只有做到恰到好处了 你跟人家合了 那么你最后才能协 什么叫协呀 协叫协动 叫同频共振 你高兴 大家都高兴 你愤怒 大家都不好意思 你一哭 大家都跟着哭 这个就叫和谐嘛 所以我们一个伟大人物 一个重量级人物 一个领导 你首先能够把你的团队 协动起来 让它跟你一样的同频共振 你要跟大家一起同喜乐 大家高兴 你要高兴 大家悲的时候 你也要悲 好人之所好 误人之所悟 视为圣王 你不要反着去做 你反着去做 你就根本就不可能和谐 你根本就不可能引起一个同频共振 所以我们今天的和谐 要从这个深度上去理解 我们所谓说的螺旋轴 它实际上是一个深度 一定要把纵向走 还有横向走 一定把精神的 物质的 经济的 跟文化的 这种双螺旋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那么才能形成中间的 这个中和的力量 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 为什么把这个文化的 全息性称为文化DNA 是因为在这两个双链上面 叫一阴以阳为之道 那么中间我们在研究 这个生物DNA的过程中 发现生物DNA 它有四对碱基 这个你们搞生物科技 比我厉害 当然也有反对说 我把文化称为这个文化DNA 但是我跟他讲 你懂不懂文化 你不懂文化 你先去研究 再来研究 我类比的是不是对 所以我们刚才讲 一阴以阳为之道 就像天气下降 地气生生 那么这就太了 这就和了 那么这个时候 出现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是四对碱基 在我们古代叫四相 我们叫太极生阴阳 阴阳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所以是你这个生物DNA 里面讲的四对碱基 实际上是我们 这个哲学体系 或者古代华夏古文化体系 所讲的四相 那么有了这个四相 中间产生一阴一阳的和谐 那么就可以生成八卦 生成一个物体 那么这个物体的生成 刚才讲到 它非得有天气 有地气 然后有四相 相最后生成物 叫道生之 得序之 物行之 气成之 最后才形成了一个气 才形成了一个气 那么这种类比呢 最后我们发现 那么在这个四相中间 这个阴阳 它这个圆起来以后 你看中间那个 像一个椭圆形的 而这个椭圆形的呢 在生物极光生成的这个过程中 它那个生成器 通常是采用 里面的腔体 是采用这种腔体的 那么在这种腔体过程中 采用于阴跟阳 生成一个和 就是生成电火花 所以说我们自己 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头上有个穴位 叫明堂 后面叫洞房 所以洞房里面的结构 就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 椭圆结构 那么这个椭圆结构 当我们的光 从天幕这个地方 我们所说自己的这个光 灵光 所以当然这有一套方法 这后面才具体的去讲 完了以后呢 这个灵光生成的时候 从天幕要进去 进到明堂的时候 为什么叫明堂 这个时候大脑才明 我们说明白 你里面没有光 一片黑 不太容易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 古代的我们为什么说 从皇帝内经体系 揭秘了大量的 养生里面所说的神秘文化 但是这种神秘文化 今天我们不可以 把它搞得玄之又玄 一定回归到理性文化 以及这个科学养生 这个方面去应用 但是这个明堂穴 是我们中医讲的明堂 那么这为什么叫明堂啊 为什么我们说大脑 你明白不明白啊 所以我们要结合起来去研究 那么再进去一个叫洞房穴 这也是中医现在讲的 经过科学也得到验证 那个地方确实有一个大的穴位 那么这个时候 为什么叫洞房啊 洞房是干什么 新郎新娘 在里面要生孩子的地方 要结婚 要生孩子的地方 叫洞房 那么这个在我们体内 为什么有一个洞房啊 所以当我们的灵光最后从这个天幕上 往里走的时候 到洞房这个区域 它就会集化我们的左右脑 左脑跟右脑放电 这个放电的时候 就会加强我们进去的这个灵光 使得光的能量量极 进行一个高度的提升 所以古人已经研究到这个层次了 这在《黄记内经》里面 都可以找到依据 那么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的文化DNA这个双链 阴阳在外面四项在中 最后和谐起来会产生一个什么东西呢 所以我们在这个古代经典里 居然发现了中和是从下到上 贯穿于这个链中间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湖 湖里面是四项 四项中间的这个链 在这个湖的中间这一块 是一个激光鼠 当然我们也叫类比激光鼠 但是这个激光鼠叫什么 所以说我们结合古代经典 中国的中字最原始的时候怎么写啊 是一个圈中间一个点 这个叫中 这个中字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才知道一个圈中间一个点 实际你把那个点连成就是一条线 所以说我们才发现 中是指的中间这一根激光鼠 它会形成一种强力的一种和力 形成一种力量 那么只有这种力量进入了你的肝脏 然后你肝就和谐了 它就中和 有了这个中最后就产生和的这个力量 就叫阴阳和在中间 所以说它不用的时候 它静的时候 就如如不动的时候 就是中的状态 它注意这个如如不动 那么它一动 就是刚刚动的什么 恰到好处嘛 它要么就不动 动就恰到好处 不动为中 动就和 所以我们古文化就这么伟大 为什么古人一致推崇大学中庸 当然今天也闹笑话 大家都是国学爱好者 我经常问他们 我说是大学送过没有 这个老子送过没有 这个中庸送过了没有 论语送过了没有 腰头没有 你们还是国学爱好者 国学爱好者连原始经典都不送读 连原始经典 有的连一遍都没有看 有些人报名到我来 要跟我一起搞国学弘扬 我说说那你大学背一下 给我听听 中庸跟我讲几句听听 我没看过 我说那你怎么跟我弘扬啊 你连这个都不懂 你跟我一起做文化 那你做的是什么文化 我往东走 你肯定往西走了 你的那个策划案肯定就不对 所以是一定要做真正的弘扬者 民族文化的弘扬者 那么你一定要真正的去把这些古代的经典 加以送读 那么为什么送读呢 我们送读的这个秘密在哪里呀 今天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社会上 经常提到大家都提倡经典送读 为什么要去送 古代为什么在经典教育过程中叫引诵 我们经常看一老学就拿这个书这样腰头晃脑的在念 这里面大有学问啊 他这一腰头晃脑把颈椎锻炼了 你们今天的话经常坐在案子上打电脑 对吧 经常站着不动 这个肩肘炎 最后的这个颈椎 颈椎增生等等都会出现 但是你看古人这一腰头晃脑 你怎么样像个龙形一样把整个脊椎都锻炼了 所以古代叫引诵 他这个诵的时候呢 还要什么东西还要发声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 那个阴是化性的 他用乐啊 这个阴呢是化性的 所以他是有道理的 所以你要引诵的时候 你同时把自己的心气 把自己的脑里面的这个进行一个振动 那么用这个阴声呢 使自己体内的五脏六腑 就达到了一个中和的这一个状态 你达到了这个中和的状态 那么我们说体内就和谐了 那你智慧就生成了 所以为什么宋朝一个宰相讲 半步论语治天下 他那半步论语 是不是我们今天这样去琢磨 去研究的东西 他不是 他没事他就琢磨 就拿出来引诵 一引诵的过程怎么样 化性了以后 出来什么灵感 对吧 刚才我讲 你到了化性的这个程度 你直觉思维就出来了 说他判断事情 一下子就怎么样 有前之性 有欲之性 然后他一下子就出来灵活性思维 他又产生了灵感 再难解决的问题怎么样 他回去一诵经怎么样 就得到解决了 所以是半步论语治天下 为什么说我今天学了一步论语 都不治天下呢 是因为你没有引诵好不好 你没有这样腰头晃脑 每天你这个烦的时候 你拿出来送一送 不要去听那个抽筋的音乐 也不要去跳那个疯狂的什么舞曲 那你来引诵一下 你那个东西是越跳越累 你这个一引诵以后 老子的道德经 这个孔子的论语 那么他们说论语是半步论语治天下 但是还有个诀窍你们要知道 实际上半步老子可以打天下 在历史上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当一个朝代呢更替的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都是他们这些宰相们 这些大军师们 实际最后都应用的老子 去把天下给打下来的 所以是这样我们才知道 那么半步论语治天下 没错 你要经常的拿过来怎么样 腰头晃脑一番的送念一下 不必要去背他 经常送了以后 他就可以化信 他就有灵性思维出来 那么对你治理企业 就大有好处 所以今天的经典宋读 我们应该提倡 但是在经典宋读的过程中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你诵经的时候 送这些古代经典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琢磨意思 我经常看有些人说看不懂 我说你怎么看的 说我拿这个东西 我总想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我看了两句话 我就去找解 就看人家白话意 我说那你看的还是元经吗 我说元经这么贯穿性的 诵读了几遍 他说没有 我就是想找意思 结果就是找不到意思 最后也不知道 这整个的经是啥意思 我说是这样的 你好比你的大脑是个复印机 对吧 你如果是送了元经的时候 你就把整个经的原部呢 你就送进去了 你就复印进去了 但是这一块你拿了元经看一遍 又拿了一个解看一遍 那你输进去的全是烂码 所以你怎么能看得懂呢 所以真正的经典诵读 千万记住 就去诵读那个元经 那么诵读元经 是不是不求解 求解 求解的时候 你要送完了以后 没事 你再拿人家解过的白话书 过来跟他对应的求解 因为诵经最后只是一个手段 最后还是要开发自己的智慧 这个解 这个求知 这个一定也要把它弄懂 这个古文是什么意思 这个古字词是什么意思 这个道章句 还是移动用法 还是道章用法 你都应该去把它搞清楚 你才能把那个经典解读到 自己能解的这个水平 所以我们知道 诵经对我们今天很重要 那么这个螺旋走的整个体系 这里面古人叫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神是什么 实际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神就是光 神就是光 那么后面呢 炼光化什么呢 炼光化阴 所以是古人说 阴光气 三个物质 到阴这个层次 因为它是立体性传播 光还是直线性传播 那么这个音是立体传播 所以是叫炼光还要化音 后面炼音干什么呢 叫炼音超音 老子说叫大音犀牲 所以古代的这个螺旋走 它是个完整 很完整的一个体系 它是使我们智慧 茁壮成长的一个根系 如果我们不重视 这个根系的东西 盲目地认为它是玄学 或者把它归为一个迷信学 这样我们破洗澡水的时候 连里面的孩子都破掉 那么我们就是对一个 这个真正的古文化体系 你就看不懂 你就是个乱象 所以我们回归一个志向 一个有序话 我们首先要回归到 把这个根 干 整个罐 都要把它完整地看到 这个时候你说 我注重养生学 你可以在根上养去学 你注重这个高度 你可以在这个树干这个地方 去进行修学 那么你注重这个横向体系 那么这个道德学问 你可以在横向体系 创造财富这个方面 在地学这个方面去发展 那么你才能够整体的 把握住了全貌 这个时候你也不会去说 我的是对的 因为你知道了整个的全貌 你知道大家都是对的 所以是没有错的 只是说某一个人 专注了哪一点 就不会相互的攻击 我们就是学术争名 但是不是学术斗争 我们就会把真正的古文化的 全部的智慧 古为经用 那么结合我们 现代西方的高科技 结合我们的 西方现代管理学 我们就可以开创一个 新时期的 东方管理学的全新模式 关于东方管理学 我们下一章再讲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